詩篇第七十八篇 我的子問我 你們要留心聽我的憤悔 則以傾聽我的話 因我要用比喻向你們說話 我要教導你們古時所隱藏的教訓 這些故事我們聽過並曉得 是我們的祖輩流傳給我們的 我們不會向子孫隱瞞這些事實 他要將上主榮耀的作為大能及所行的大歧視 向後代述說 因他向雅各頒布法令 向以色列賜下憤悔 他吩咐我們的祖先 要將這些教給他們的子孫 好讓後代 甚至是尚未出生的子孫 都能曉得這些法令憤悔 他們就能再教導他們的子孫 這樣 每一代都要重新仰望上帝 不忘記他榮耀的神跡 並遵守他的命令 他們就不會像他們的祖先那樣 頑固半逆 不忠不信 拒絕將心交給上帝 以法連的勇士須有弓箭 在作戰的日子卻轉身逃跑 他們沒有遵守上帝的約 拒絕遵行他的奮悔 他們忘記了他的作為 他顯給他們看的偉大其事 就是在埃及地 在所安的平原 他為他們的祖先所行的神跡 他分開大海 領他們過去 使海水如牆壁一樣直立 白天 他用雲彩帶領他們 夜間 他用火柱引領他們 他劈開曠野中的盆石 賜水給他們 彷彿泉水噴湧 他使盆石水流如珠 猶如干河崩騰 然而他們不斷得罪他 在荒莫叛逆至高者 他們在心裏頑固地試探上帝 衰殺他們所貪亂的食物 他們甚至出言詆毀上帝 說上帝在曠野中 沒法供給我們食物 他雖能擊打盆石湧出水泉 卻不能給他的子民餅和肉 上主聽見者說便大發烈怒 他向雅各大發怒火 他的怒氣向以色列發作 因他們不相信上帝 沒有信靠他的眷顧 但他命令窮倉分開 讓天門開啟 他降下瑪拿給他們吃 從天上賜下食糧 他們吃了天使的食物 他們能拿多少 上帝就吸多少 他從天上刮起東風 又用大能引來南風 他降下欲來 多如塵埃 他降下的飛鳥 多如海沙 他洗飛鳥落在他們的營中 落在他們的帳篷周圍 民眾吃得飽足 他們想要什麼 上帝就賜下什麼 但他們的貪欲還未滿足 欲還在嘴裡 上帝的怒氣就向他們發作 殺了他們中間最強壯的人 激倒了以色列最優秀的青年 儘管如此 民眾營救犯罪 儘管上帝行了其事 他們依然不肯信靠他 於是他使他們的生命以失敗告終 使他們的年月在驚恐中完結 上帝擊殺他們時 他們才尋求他 他們悔悟 認真地面對上帝 他們這才記起 上帝是他們的盆石 至高的上帝是他們的救贖者 但他們只不過口頭敬奉他 他們用舌頭向他殺方 他們對他並不忠心 也沒有遵守他的藥 但他們有憐憫 赦免了他們的罪 沒有滅絕他們 他多次抑制自己的怒氣 沒有讓他的烈怒發作 因他知道他們不過是人 就像一陣風吹去不復返 多少次他們在曠野中叛逆他 在乾旱的方圓裡使他傷心 他們一再試探上帝的耐性 激怒以色列的聖者 他們忘記了他的大能 忘記了他怎樣將他們 從仇敵那裡救出 他們忘記了他在埃及所行的神跡 在所安平原所行的歧視 他曾使那裡的河水變成血 人都不能飲用 他使整群的蒼蠅 吞沒他們 派整群的青蛙來毀滅他們 他把他們的裝甲吸了毛蟲 他們的修成被蝗蟲吃光 他用冰箔摘毀他們的葡萄樹 用雨水摧毀他們的毛花果桑樹 他任憑他們的身口遭冰箔摘死 任憑他們的加速被雷電劈死 他向他們帶發雷霆 把他所有的怒火、怒恨和敵意 通通降下 他派遣一對負責毀滅的天使去對付他們 他向他們發怒 沒有放過哪些埃及人 他用瘟疫消滅他們 他極殺埃及每家每戶的長子 埃及遍地青春正盛的少年都死去 但他帶領自己的子民 就將帶領羊群 引導他們安然走過曠野 他保護他們平安 所以他們毫不懼怕 他們的敵人卻被大海淹沒 他領他們來到他聖地的邊界 來到他為他們征服的山地 在他們面前 他將外族趕出去 又抽籤為他們分派產業 他將以色列各支派安頓在各自的家園裡 可視他們營救試探和叛逆至高的上帝 不遵行他的法道 他們背信棄義 就像他們的祖先一樣 他們如同扭曲的功 一點也不可靠 他們為別的神明建造神壇 極怒了上帝 他們做偶像 引他疾度 上帝聽見便撥然大怒 徹底棄絕以色列 於是他離棄了士羅的居所 就是他在子民當中居住的聖幕 他任憑他權能的藥櫃被擄走 把他的榮耀交在敵人手中 他讓自己的子民被刀劍所宰割 引他對自己的子民 就是他這特別的產業極為憤怒 他們的青年人被火吞滅 他們的少女未唱過婚禮之歌 就死去 他們的祭司被屠殺 他們的寡婦卻不能哀悼 這時主好將從睡夢中醒來 將勇士走後清醒了一樣 他擊潰敵人 讓他們永遠蒙羞 但他丟棄若失的後代 沒有挑選二法蓮之派 卻挑選了猶大之派 並他所愛的石安三 他在那裡建造聖所 高如珠天 將大地一樣穩固持久 他挑選他的僕人大衛 召喚他從羊圈中出來 他讓大衛不再照料武羊和羊羔 而使他成為雅各子孫的牧人 成為上帝子民以色列的牧人 大衛忠心地照料他們 靈巧地引領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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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巧地引領他們